各位超級英雄有興趣 又喜歡神讀劇情的玩家們有福啦 星際異攻隊 這群總是在飲喝坐飲供的超級英雄 這次推出了以劇情為重的 TELL TELL 系列遊戲 而這次他們會遇到怎麼樣的故事呢 趕快來看看吧 為了替電影《星際異攻隊2》宣傳 星爵與他的快樂夥伴們 這次將帶著各位玩家們 一起進到宇宙中 這一次他們需要保護 擁有未知力量的神器 且避免薩諾斯等反派的追擊 玩家就是要扮演星爵 在遊戲中做出正確的判斷 拯救銀河系 TELL TELL 製作團隊 很擅長製作沒有動作成分的冒險故事 這件的作品 除了蝙蝠蝦 冰雨火之歌 回到未來 當個創世神等等 還有最具代表性的銀石鹿 可說是經驗十分豐富 讓對於動作遊戲感到無力的玩家們 不用玩得手忙腳亂 也能透過簡單的操作 體驗刺激的遊戲劇情 也因為TELL TELL 系列 比較著重劇情 而不是聲光效果 因此遊戲內的人物動作 雖然還算生動 但人物模組與場景 總是讓人覺得有點粗糙 甚至會讓新玩家 對遊戲失去興趣 實在是好想大聲跟製作團隊說 都已經民國幾年了 趕快把遊戲引擎更新一下吧 雖然畫面上我們只能將就一下 但是聲音演出可就沒話說囉 這次火箭浣熊 就有秘境探險系列的 《雖神德瑞克》配音員幕後演出 可愛的樹人格魯特配音員 卻卻曾經配過英雄聯盟中 卡爾瑟斯 魔鬥凱撒的狠角色啊 玩家可以在遊戲過程中仔細聆聽 說不定會聽到其他熟悉的聲線喔 目前的遊戲大作 都十分講咒視覺感受 造成部分玩家 只選擇畫面好的遊戲來玩 跳跳系列的過世畫面 卻已經讓玩家分不出製作團隊 是始終如一或是懶得更新了 儘管如此 遊戲的內容與劇情厚度 也不曾讓玩家失望過 玩家們不妨在進電影院之前 藉著遊戲跟這群可愛的老朋友 續續就吧 玩家們快樂 玩家們快樂 玩家們快樂